桃花南瓜石斑 來表演表演 好 來 歡迎第一棒 MASMO 我以為他真漂亮耶 這個 對啊 怎麼會有顏色 叫南瓜石斑 魚鱗再怎麼更漂亮 對 魚鱗刮料 這魚鱗有 是會有顏色的嗎 有點藍色 有點貴藍色 有點淡藍色的 好酷 這條不便宜喔 這條是野生的 貴 野生就貴 野生養殖的 我們黃魚野生養殖是看得出來 看頭啊 野生幹嘛 頭部的大 顏色不同 顏色不同 牙齒不同 像目前那野生的 第一個養殖成功 就是在盆湖 一個人叫陳大哥 一定要養在海旁邊 吸海水進來 聽說做完這道要休息了 沒有... 吃個便當而已 好... 再來... 酒量味噌 狂水魚 狂水 狂水魚其實就是 義大利水煮魚的那種作法 然後它是屬於比較... 義大利有水煮魚 有啊 那邊的絲團人煮的是不是 也是啦 你不是叫水煮魚 做法不同啦 對 請看示範 好 來 它的部分我希望它是 全魚全上 好 小心喔 會噴 你中間骨都把它去掉了 對 我中間的骨把它去掉了 來 我們就加入一點辛香料 放斷 然後先讓它整個香氣出來 盆湯 這個時候我們再把所有的 食材放下來 這是它到時候要搭配在外頭的 對 椰瓜 椰瓜 最重要的 蕃茄 那還有一顆 裡面 然後把它改成比較台式的是 我現在這邊加一點味噌 可能這個是tomato paste 還是韓式辣椒 tomato paste 然後跟一點這個 這是魚熟了 對 味道就差不多了 也差不多到這個樣子 聞到味道而已 這樣就熟了 這樣就兩分鐘 好 這是白酒嗎 對 我把白酒先放下 你不要等它燒香了 燒融了什麼的 這樣就 不用不用先香 因為待會兒還要再煮 真的很快 那魚 它 掌聲會噴噴噴噴噴 對 舉手了 漂亮 其實那魚也是一個 非常友善的生物 因為它只要可以吃的時候 它就會舉手就可以了 對 舉手 好 可以囉 再一點點的醬油 一個香氣 醬油 一起舉手畫面很好看 它可以吃的時候 它就會說 可以嗎 可以嗎 來 我看一下 再一點點的醬油 時間剩下兩分鐘 略微的移到後面 來接著 對 我們先把它蛤蜊放下來 你只要只用倒的時候 快一點 裡面有水 裡面有水不能倒 沒事 我以為可以 認識你加水 然後再輕輕的吧 其實這個已經快熟了 差不多了 已經熟了 熟了 這時候最好吃 漂亮 好可愛喔 嘴巴噴煙 到時候最後一分鐘 正邊的部分 我們用剛才煎石斑的油 全蛋 全蛋 來 燒餅加蛋 放個燒餅 好 讓它吸一下 待會可以搭配著一起吃 燒餅加蛋 漂亮 來 待會就這樣一口氣 狂水 狂水 跳到 活潑 活潑 才叫黃 就活潑 漂亮 這樣子 夾油條 我要夾油條 繼續計時 燒 幹嘛都弄個燒餅 不是 我想要搭配著一起吃 完成 酒量衛生 來 黃水魚 比較堅持的 不錯 謝謝 這湯好鮮喔 很鮮 它的蛤蜊的鮮頂上來 魚肉太熟了 你要有勝利的滋味 清爽 可以吃出魚的鮮味 因為底下是煎的啦 所以其實底下就是有點 比較硬一點 對 我會... 它會增加香氣 太熟是因為剛剛演技的時候 有點時間拉到 對啦 因為... 剛煮完剛剛好 鋤鐵鍋的熱度也高啦 很棒... 沒有 這很多的蔬菜 它的甜味都適當出來 對 然後再沾一下那個燒餅 用魚油煎出來的 就搭配著一起吃這樣子 魚油煎出來的 香 真香 很搭 這湯真的很香 好像夾了魚的燒餅 其實這樣很像我們那種海烤 海烤人的早餐 我夾這麼好啊 這湯你會喜歡 而且加麵更好吃 不要這樣對他 對不起 對不起 現在應該是 下巴還在痛 現在滿腦袋用力的地方 還是在下巴這邊 太好了 好怕喔 掌聲鼓 下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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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巴